胡蒙岗去拜山 人家凌云烟没搭理 根本不给面见 把老头给闪回来了 胡蒙岗火了 这怎么办呢 与之兄弟这么一听 算了吧 怎么 您还跟他 倒什么乱呢 就不要理他了 咱们是先礼后兵 干脆我们哥俩啊 连夜探山 给您把点摸来看听清楚 这标音怎么回事 这暴徒老人在不在山上 林彦最近做什么亏心事了 咱都把它打听明白 回来跟您一说 这不就完了吗 洪蒙航一听 我不好意思啊 樊楼二位一世 这话您就说远了 怎么 我们既然来了 这当然 跟您那这第一次见面 是铁枪赵化龙 把我们给请出来的 那来了 就算您正同标局的人了 您呢 就知道我们是您的手下的标师和伙计 那我怎么敢当呢 行了 抓紧时间休息休息 今天晚上颤山 那店主东啊 巡海夜掷阳秀极了 不行不行 说什么也不能去 大伙这么一看 为什么不能呢 说如果要去的话 去一个 这一个就甭回来了 要是去俩 那这一说 也就甭回来了 哎 沈明一听 我说你怎么张嘴 说丧话呀 怎么 为什么我们不回来 比如说探听探听 当然有了什么 这个确凿的把握 发现什么东西 那就更好了 不许此行啊 探不出什么 就回来不就完了吗 哎呀 杨兄 你这太何容易呀 怎么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山 我呀 已经跟几位说了几次了 几位也没太往心里去 是不是 容我点时间 我再给几位介绍介绍 容我本话都说明了 哎 几位非去不可 我也无尽爱好 那咱们是有言在先了 我为什么要两次三番 阻拦大家 非要给介绍介绍这山 是因为我冲着我这救命的恩人 胡老镖头 要不是老人家在这 别说您二位 二十 我也不管 怎么管不着 大伙一看 这人倒不赖 怎么实话实说 是这么大的事 那你跟我们介绍介绍怎么回事 难道说你们这山 还有什么花样吗 没什么花样 就是他这里边的消息埋伏太多 哎 这凌云燕这个人哪 我跟他 这么说吧 在他手底下已经干了十几年 我到现在也摸不透 他的脾气秉性 这人是个贵人 切不说他这人 就说他 在飞云岭这 他就把他这山那收拾的呀 玲珑剔透 是吗 胡蒙刚一听 我说几位 那咱们就让杨老弟给咱们介绍介绍 咱们心里头也有个数 那你说说 是怎么回事 杨秀一听 哎 这就行了 我先给几位讲讲这三道寨门 我不知道啊 胡老镖头上山发没发现这三道大寨 就这三道寨门 那三道寨门哪 分为水火风 这第一道大寨 如果您要是往里头这么一闯 没有人带着你 你要是一脚登空 掉在翻板里也好 陷坑里也罢 下去之后 那就是无底深潭哪 所谓韩泉哪 九死一生 不管你有没有水性 你水性大小 一切子掉下去 那水是咋骨头那么凉 这这 也不知道零下多少度 反正 你到里边就完了 你还上不来啊 四面光秃通话 哎 这第二道寨门 那是一座火寨 如果你掉到下边去 也不知道 我 我可说不太详细 因为什么 毕竟我在这山上做了十几年的眼线 多少 我也有点耳风吧 您掉下去之后 这四个大火球 由东西南北四面 往里增一窟窿 那就糊糊吧 这四个大火球 所谓风寨是什么 当您要是掉到他的县坑里 那是万人齐放 简单说 就叫乱箭存身 像一阵 这个 预风一样 昏连黑地 这人当时就肉泥烂叫 可都这么说 但是呢 我可不是亲眼目睹 谁想要是经历一番 那九死一生 谁没事 抬着干嘛呀 再说 您就到了大寨里头 您也见不着凌云燕了 因为什么 他这个忠心大寨 他自己也不知道啊 从哪请来了 这么一位大能人 据说是他一个 最要好的朋友 被他花这个重金 也不知道他花多少钱 恐怕由凌云燕围盗那天起 这积累啊 他几乎都花进去了 就修了这么一座 五行转新楼 他就在这楼里边待着 他的中心大寨是五个大门 分东西南北中 是金木水火土 东方下一木 西方更新金 南方丙丁火 北方人归水 中央无济土 您进这里边去 进里边好办 出来 到里边就到了迷魂镇了 您看各样的什么花草吧 这个养鱼池吧 他几乎都一样 全一模样 转一圈回来一看还这 您这怎么办呢 再说他不让你总在里头 那么咸游散逛 碰哪儿 是轻者待伤 重则费命 您说 您二位干嘛去 那怎么办呢 大伙一听 都没词了 那你这么一说 杨老弟 那我们就 我们卷包会得了 我们回去行不行 和这趟飞运领就算白来了 杨秀这么一听 我也在想啊 是不是给我点时间 叫我呀 进趟山 您看这怎么样 从长计议吧 为为不可 杨老弟 你有把握吗 杨秀这么一听 实不相瞒啊 老标头啊 我就未报答您 那我就得豁出命了 为什么 他不让我轻易上山 派我到这儿 那就像一颗钉子一样 就把我给钉在这儿 他要不召唤我 不许轻易回去 我这样突然一回去 必然引起他的疑心 这灵验这人呢 疑心特别大 疑心病特重 他比曹曹都厉害 这么一说 你说这我要回去 你干嘛来了 说我没什么事 我来看看您 这不像话呀 我这烧点东西 弄点什么换季的衣服 那有楼族给你送就完了吗 你干嘛回来 这就麻烦了 说的这会儿 杨秀偷眼这么一看 玉池兄弟呀 这倒好 根本就没 挣了巴紧 听杨秀那儿介绍 俩人抱着尖 杨这脸 数那房船子 说完了 说完了 那行了 咱们歇了吧 你是一番好意 杨建东 我们谢谢你 山目也不叹了 让二哥慢慢再想办法 这还不行吗 说着这俩人 冲着胡孟刚 递了一个眼色 胡孟刚一想 这里边有文章 那好了 咱们就先谈在这儿吧 把杨秀打发走了 打发走了之后 胡孟刚这才问 二位贤弟 咱们听这杨建东 给介绍了 您说咱们是怎么办 是进呢 还是退呀 你说我这也为难了 您不必为难 二哥 他这些话呀 咱们不可全听 也不可不听 我们兄弟不是 既然来了吗 我们没有更大的本领 说凭武艺 战胜这暴徒老人 把您这标 给您夺回来 那我们这是瞎吹 但是要讲探山 只要它是山 包括那喜马拉雅山在内 我们随便 怎么如总平川 就像在我们家 炕头上一样 不然我们江湖 也没有这种会号 您那大家心干嘛 今天晚上 我们非去不可 好 杨建东啊 白介绍了 胡孟刚来也拦不住了 二位抓紧时间 休息了一会儿 天还没等到 这个黑下来的 两位出发了 带什么东西 什么一袋 随身的兵器 还那大砍尖子 哥哥照样 脚下一双 登到山 兄弟照样 那踢死牛 胡孟刚一刚二 我怎么心里这不踏实是怎么回事 哎呀 花儿哥 您怎么又闹起这吵来了 怎么这是江湖上应该有的吗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我们去去就来了 到那看看 如果说顺利 那么天亮以后我们返回来 要不顺利呢 不等天亮我们就回来了 跑几十里山路啊 就像在院子里头 背着手削个绳 散散步 溜一弯 就这么简单 得了 您就请放宽心 回头见 说完 这哥俩一转身 出去了 真快那是 上山了啊 天还没到定庚呢 这哥俩就到了大寨了 来着寨门前这么一看啊 这山一愣 回过头来 低低的声音 叫他兄弟 你看见了没有 怎么 是够凶啊 就这座大寨 好家伙整个修了是一座竹城 拿着个竹子 修了这么一座城 那上面站着 完全都是楼兵 虎头兵啊 虎头兵啊 都是虎壳扣头 虎皮培肩 大公中医虎皮缺要 左手大公 右手提剑 这的弓箭手在上面 灯笼火 照跟白天一样 这不灵 怎么这第一道大寨 根本进不去 去了呢除非就得闯 闯了就打 人家人多势众 你说咱俩人 咱也不是来跟他打来了 不是来探吗 算了 等那儿到寨 咱甭费那劲了 干脆吧 咱从旁边进去 哥俩说完了之后 一块绕啊绕啊绕啊 哎呦 这途身一脚前一脚 甭提费了多大的力气了 好不容易才看见一段高枪 哎呦 浴池山哪 喘了口气 怎么了 这兄弟赶忙过来 您累了 哎 这两天折腾的 大概也没休息好 这样 您就在这大树前面 这条石这儿坐着 等着 小弟我进去 转转得了 不行不行 我不是累 那您这干嘛呢 这一段墙 孤零零修的这儿 能不能有什么说到 这杨电东那话 咱不可全信 但也不能全不信哪 怎么样 上啊 上吧 好 我先来 当哥哥的吗 你给我看点 他二弟给他寻着风 因为山上口这么一侧身 嘴口 独自跑过来 跑到大前前 两脚一用那烧皮下 蹿上来 纵上来要想脚扎墙头 这可不行 怎么 没那么大的功夫 只好呢 用这个胳膊 盘着墙 不是这墙头吗 先用胳膊搭上 然后 一火身再上去 也只有这样 一时再倒就 撑着一气吞上来 被往这个墙上 这么一搭 坏了 怎么 是这墙啊 是瓶砖码的底 那墙顶是瓶砖 他这胳膊搭着 得砖上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日久天成 是风吹雨淋 这个墙有点 这个朽了 还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砖呢 吓 掉下来 这要是换第二个人呢 都得 哎 怎么 这下来 他怕摔下去啊 这么 这么一探身 俩手 或者 这整个的身子 就得扑着这墙上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 玉池山就完了 他好 真聪明 这砖 大棒 这么一滚 他随着这砖 下来了 往后倒退了 我就砰一下 这砖掉在地上了 再这么一抬头 只见从掉砖的那地方 三颗朝天弩啊 收匆 飞出去了 哥俩啊 都倒吸口冷气 这多悬呢 玉池山听人家念叨过 这种墙头 这种砖 还有一个名词呢 什么名词 叫滚砖 你这么一碰他 巴 他不是往里掉 就是往外掉 如果你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又没有这么一点印象的话 那必然 怕摔下去 你往上这么一扑 这三颗弩 起码得中两颗 准死无活呀 你这多危险呢 他二弟一看行了 大哥您这歇会儿 我上去 轻 纵身窜上来 这哥俩呀 真够聪明 怎么 这二弟呢 他不往旁边去了 别的这个地方 他不拍 还从大哥走去的地方走 你这块砖滚下来了 弩已经发出去了 再不会有了 这就安全多了 他刷一下上来 喷上墙头 这么一看 是一个小小的院落 这地方不赖 这是不能缺少的东西 往下一头 侧耳一听 蹦 哟 怎么这声啊 蹦的一声 那是空虚的声音 得回人没下去 人一下就 准 准掉里 哎呀 于是还心想 这是连着风寨呀 是水寨 是火寨 是奶寨呀 这算是 第二颗 蹦 还这东西啊 三颗问了谁打完了 下边啊 他那大哥脖子都酸了 怎么 仰着俩看怎么着了 怎么你在上面那 乘梁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嘀嘀的声音 告诉他大哥 不行啊 这里边 这里边不不能瞎呀 怎么回事 我看好像全是翻满 三颗问了手打完了 那怎么办 一直还转脸这么一看 不好 怎么 只见前面那脚本不远处 灯光这么一闪 来一人了